我在二楼打开窗户就能摘到龙眼去 不知不觉又想起你了 那些快乐很难过 脑海中反复冲破 以为牵着你手难过 Evan 那些思念从来没有听过 无法停止想念你的温柔 我会一直等候 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不需要任何理由 只要你和我 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直到人生的尽头 有你就足够 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不如你陪我去了 嗯 到时候我可以更加自在一点 喂 师兄啊 喂 师妹 你要的训练基地我帮你联系好了 就是以前我们每年都会去的那家 你说海边那家呀 对啊 那家挺好的 不过时间方面好像有点紧 这个月只剩五天了 如果错过的话 可能就只能下个月了 那你稍等我一下 我去问问 季总 训练基地那边只有五天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安排 可以 师兄 那就麻烦你帮我定一下那几天的时间 对 你要跟我们一块儿去 好啊 那还白得给教练呢 那你记得要给我们打友情假啊 行 拜拜 不是刚才还在问表白的事情吗 怎么这会儿 又给天天找上训练基地了 到底什么情况 季总 一哥 我先去联系一下训练基地的事情 那我也走了 等等 我想了想 我还是应该跟你们去体验生活 你不是已经说好不去了吗 我是你的经纪人 我当然要跟你一起去了 你还是星毅总裁呢 你是星毅的台主 星毅不止我一个台主 他们都有自己的经纪人 不需要我管 可他们不会像他们的经纪人 提这样的要求的 凡事总有第一次嘛 也可以没有 你不是不喜欢被人拒绝吗 今天正好第一次嘛 总之我已经决定了 这件事不会改变 我会跟着去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怎么才能让他少作妖呢 对了 听说他是个养生派 能静止绝对不运动那种 有了 那我就有一个要求 我体验什么 你就必须跟着体验什么 如果你做不到 那我也可以选择不做 师兄 麻烦你还特意过来和我们一起 其实你在机一等我们就行了 没关系 跟我还客气什么 我是怕你太久没去了 找不到路 怎么可能 从小到大每年都去训练基地 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 周天 嗯 把后面的日程安排跟我对一下 季总 行程安排我不是已经 发在您手机上了吗 再对一遍比较保险 你们两个穿情侣装 还挺般配的嘛 什么情侣装啊 这是以前运动队 发的运动服务 时间不早了 上车吧 那一哥和季总辆车 我跟师兄的辆车 小姨 你跟张浩一辆车 顺便可以多聊一聊 聊一下感受跟体验 出发吧 顺便走吧 欢迎订阅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你这几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猫看好 放心吧 季总 我会像对你一样 对得着他的 帮我拿一下 到了 我跟周天小时候在这儿训练的时候 条件可比现在差多了 这整个度假村都是后几年修起来的 比如这套房子 一楼有个单间 二楼有两间屋子 三楼视野比较开阔 而且可以直接看到海 你们看一下要怎么分 我要住三楼 那个房间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 我 我当然知道啊 我只是想说明 我们两人之间心有灵犀 天天 你想住哪儿 要不我就住二楼吧 这样上下也比较方便照顾 那我也住二楼 二楼是有什么讲究吗 这么强手 你们两个都想住二楼 那就你们两个住 我住一楼 你先选 没事 你先选 没事 你先选 那我就这件了 对了 对了 所有进入基地的人 都要做一个简单的体检 一会儿会有护士过来 现在训练基地规定 每个人都要先做一个体检 怎么还要验险啊 就是检查一下你身体的各项指标 很简单的 你看人家季总 多淡定 哎 哎 季总 没想到平时这么强势的一个人 竟然会有这种小弱点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会觉得有点可爱呢 她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我先去准备午餐 嗯 哎 我还以为她演技开窍了呢 没想到是晕针啊 真弱 话可不能这么说 晕针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 就像晕车 晕船 哪来什么强恶之分 季总 你醒了 你们这么吵 死人也被你们吵醒了 哎 季总 您知道自己晕针吗 知道啊 怎么了 知道 知道您为什么不早说呀 就是什么好害羞的嘛 今天要不是我师兄在边上 您脑袋偷了一下摔地上了 您说这责任谁付得起 是呀 我这个晕针 时零时不凉 根据心情的不同 情况也不同 这么诡异的嘛 吃得快点饱 去散散步 嗯 嗯 季总跟一哥要不要一起 饭后血液集中在胃里 有助于消化 这个时候强行分散到四肢 有什么意义啊 季晨不去 我也不去 不不肯撑啊 那应该是俩的 这是俩的 这是俩的 你现在要是俩的 你现在要是俩的 你看到俩的 我说俩的 我说俩的 你不要都要是俩的 师兄的 说起来也好久没来了 得有素娘了吧 那要不要再量一下 好呀 站直喽 怎么好像变矮了 怎么可能 你看 手拿开 这明明就是你心滑的 师兄你什么时候也学坏了 傻瓜 你们一说你还急了呢 我们两天就跑了 我们一会儿 大家要让我езж 来 先找我 在那里有没有 我还不要去处理一下 你不要去处理一下 这棵树离死不远了 鱼雷是2014年至2016年 连续三年完成的EMP 玩渤浪 我无理插座有点结束不了 我来这本试试 不完 每天我最多以二趟 海螺沙十个小时的训练 2016年6月 鱼雷开始为两个月后的比赛 准备 为了提早适应欧洲的气候环境 和王满于云南大理和湖北三峡的 越野赛道训练 在大理高海拔的赛道 每天抽一课的训练 让鱼雷的跑步 反正一种线 今天谢谢你了 谢什么 抽血的时候不是晕倒了吗 周天说是你服了我 举手之劳 所以 你跟周天从小就认识 对啊 我跟他从小就是邻居 我爸跟他爸是同事 那会儿 我比他早两年进的少体校 后来又一起来了这边 这些年 我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 比他跟爸妈都多 这是你们从小宣战的地方 对啊 我们每年都会来这儿集训 封闭式的 特别苦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小天他因为太想家 大晚上一个人就偷偷跑出去了 大家满世界地找 后来我在旁边的海滩上找到他 一个人躲在那儿哭 他看到我 就一头扎到我怀里 把我整件衣服都哭湿了 对了 我还想起来 每到冬天他就赖床 然后每次都要把他 从被窝里拖出来 一边给他穿上衣服 他一边闭着眼睛 还一边打瞌睡 你们从小关系就这么好啊 我不是说过了 我跟他一边闭着眼睛 我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 比他跟爸妈都多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彼此 是啊 你们就像亲兄妹一样 完全亲生的亲兄妹 差不多吧 我妈一直都觉得 我跟他就是一家人 我也觉得 我跟他这辈子都不会分开的 别人 是 是 我是 的 睡了吗 有点想求求了 方便让我看看他吗 喂 季总 好 没问题 马上 瞧瞧啊 随便找个跑道跑得了 有必要这么认真吗 不是临其境 也没办法抓住人物的精髓 月月跑跑程 有很多崎岳小路 我们会经过爬障碍 穿丛林 月沟渠 甚至是过独木桥 这路线看起来很简单 确定是正常的训练母线目 你是初学者 必须从初级跑道开始 别着急 这里环境比较复杂 大家都注意点 别被划伤了 赵天 你把Gopro戴上 一会儿帮乔姨都记录些素材 好 乔姨 你自己也带一个 这周天跑这么久都不会累的吧 毕竟他之前是运动员出身 看看多美的画面啊 简直就是神仙眷侣 是吧 季总 我没觉得 两人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 在体育上也无比合牌 听说有百分之八十的青梅竹马 都是真爱 你这是什么谬论啊 或许他们现在没有发现彼此 但是最终会向彼此靠近 这就是爱的魔力 亲密接触啊 哦 亲密接触啊 这周天也真是的 没事来星亿做什么助理啊 干脆啊 当张浩的助理 平时照顾她的生活 训练时呢 一起跑跑步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多美好啊 我们星亿是全球排名前十 安胜集团旗下子公司 拥有国内最强的文化经济业务 我又没说星亿不好 周天是公司最有潜力的员工 怎么能做张浩的助理呢 我只是说说 那么激动干嘛 快点吧 要不然天天黑都跑不完 快点 进城 周天 慢点 谢谢你刚才伸出援手 不客气 周天 前面就是休息站了 我们最后冲过去吧 好嘞 来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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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会吧 好 谢谢师兄 纪总您自己喝 没想到这么久没练 还是跑得很快 哪有 明明是你牵着我 我哪有牵着你 大家都饿了吧 不许拿点补给 补充一下能量 我 乔一呢 没干净啊 他不是跟你一起跑后边吗 我又不是他跟班 他 他该不会一个人瞎逛迷路了吧 他 失踪热气 山里地形复杂 可不好走 打不通 先别着急 我们去找找看吧 行 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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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没有穿补给 穿着霉红色外套 看起来很不像运动员的人 没见过 谢谢 这山这么大 而且一路上这些选手都没见过乔一 我觉得我们得分头找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我们两个找东边 你找西北 我是说我人生地不熟的如果 你不担心我走丢的话 我也可以单独去找 行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无论如何 天黑前下山 找不到人就报警了 好 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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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不能走快点啊 急什么呀 乔一的GoPro有GPS定位 我能随时看到 那您刚才怎么不早说呀 我刚想起来 您还真是贵人多往事 我看看 嗯 这个离得不远 嗯 应该 好 应该是在那边 上车还是想用啊 点冰点 敲点 敲点 算了 王左好了 古人以左为尊 对 就王左 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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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在这儿啊 在哪儿 乔一的帽子 你没事吧 你没事 乔一 乔乖啊 应该就在这儿啊 应该就在这儿啊 够不够了 应该是半路刮掉的 这林子这么大 插路又那么多 他别在里面迷路了 去找找 慢点 乔一 乔一 医生 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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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个小天才 越野跑 我爱定位呢 我完全就是个人肉GPS嘛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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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总 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什么企图 我知道了 你是想要将计就计 给乔依一个教训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 拿她的安危开玩笑呢 相信你 但是我们还是得 赶紧找到乔依 要不然天黑了 就真麻烦了 还是先避避雨吧 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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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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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办 这全有 天安里的雨总是下得急 但是一会儿就停了 我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 多多你要生病了我还 大家还要照顾你 真的吗 我还能教你 好久没有在山上听雨了 你小雨天不待在屋子里面 经常往山上跑吗 早的时候 我父母在山上搞个冷场 每次我放假回去的时候 都会在山上住上去听 就算下雨了 也总往山上跑 夏天里一场雨 小夕微微长起来 蜻蜓不怕粘尸翅膀 能在水面徘徊 仿佛一切都慢了下来 听起来还挺有趣的 嗯 我小时候在经少体教之前 从来不厉害 因为住在山上 夏天也很暖快 只要打开窗 风子微微地吹进来 隔壁院子里的龙眼 生在我家的院子里 我在二楼打开窗户 就能摘到龙眼去 那种生活 是你们这种生活在高楼大厦里的人 永远都体会到的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 经得起风吹雨淋 生活还需要仔细一些 预防着 某天意外的到来 季总 你那么犀利 又吃那么多药 是不是天生有什么绝症啊 你电话响了 喂 师兄 哦 好的好的 行 我知道了 那我们马上回去 乔宜找到了 太好了 雨停了 雨后天凉 你劈什么 不用 没有 你有绝症 你批 你才有绝症呢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前面崴了一下的脚 你坐下 我看看 没事的 不用开 不是 你 不是 你 是 你 没有 你 没有 还好 没伤到骨头 我就说不要紧的 以前训练的时候 这点小伤根本就不算什么 你这道疤是怎么回事啊 以前受过伤 做了手术 所以后来就没有办法继续长跑 我们走吧 别动 好 季总 你是哆啦A梦吗 怎么包里有这么多东西 我习惯了 预防各种意外的到来 做好准备 这样你会不会很累 我父母早都早 还要照顾妹妹 所以凡事 都要多考虑一些 在必要的时候 给亲戚的人 多一些帮助 我帮你回去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 我自己可以走 我们赶紧回去吧 要不然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你这个脚伤 你走不了的 我背你 来 来 上来 你小心点 放心吧 来了 去吧 周天 你和记程干吗去了呀 怎么踩回来了 我们 找你啊 你跑哪儿去了 我那个迷路了 中间看到一处美景 忍不住停了下来 再一转身你们就不见了 幸好张浩找到了我 你们俩人呢 我们也在找你啊 我说你以后 能不能不要这么自说自话 你知不知道为了找你 都让人受伤了 谁伤了 没事 我就不小心扭着脚了 扭伤可大可小 怎么样 我看看 我 我自己 别动 周天 对不起啊 我真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行啊 没事没事 是工伤报销的 什么没事 你的脚都快褶成猪蹄子了 没行 秦辰 我怎么感觉你过分紧张了呀 周天 你这脸怎么这么红啊 你俩该不会是 都命的 谁都别说 我自己可以 你知不觉得 他俩怪怪的 你 你抱住我的时候 正大于滂沱 我心里有一颗灰心悄悄降落 他在你眼中停泊 看见了我的承诺 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 终于 你走进了我生活 终于你走进了我生活 毕竟我们错过那么多 你跟我勾勒着彼此的轮廓 这辈子就跟着你漂泊 你静静 你静静不作声好沉默 你怕人生苍白没把握 别害怕 我决定当你的衬托 让天空看起来更辽阔 你抱着我的时候 正大于碰沱 我心里有一颗灰心悄悄降落 他在你眼中停泊 看见了我的承诺 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 因为遇见你我把鞋子都踏破 我这一生都不曾如此深爱过 我为你付出所有魂魄 超度了我 我要变成一颗远方的灰心 永远为你闪烁 闪烁 你抱着我的时候 正大于碰沱 我心里有一颗灰心悄悄降落 他在你眼中停泊 看见了我的承诺 最后会照亮整个黑暗银河 因为遇见你我把鞋子都踏破 我这一生都不曾如此深爱过 我为你付出所有魂魄 超度了我 我要变成一颗远方的灰心 永远为你闪烁 永远无可能 neue灰心 犯树